第34题 右图唯一千续电池的示意图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老师上课请同学背过 千电池在放电的时候 不管是正极还是负极都会生成硫酸签 要生成硫酸签 所以硫酸根要跑到正极或负极 才会去生成硫酸签 选项A说 电解液中硫酸根离子往正负两极移动 这个是对的 因为正负两极都会生成硫酸签 那我们可以看到签会变成硫酸签 二氧化签也变成硫酸签 看分子式跟化学式就知道 我们正负极的质量会增加 这也是上课时老师请同学要记好的 签电池在放电的时候 正负极的质量都增加 所以选项C说 放电后正极的质量增加 负极的质量减少是错的 两极的质量都是增加 那么在放电反应中会消耗掉硫酸 硫酸变小了 所以变得比较不酸 pH值越小就越酸 pH值越大就越不酸 所以消耗掉硫酸 变得比较不酸 所以pH值要增加 所以选项B说 放电后电解液的pH值上升是对的 那么我们的这里的氢离子 这里的电解的氢离子往何处移动 因为我们没有仔细教所谓的反应方程式 半反应式 所以我们不太容易用 所谓的同性电相次 异性电相细来解释 它的氢离子移动的方向 那我们可以比照浮打电池 正离子的颜巧里面 正离子往正极移动 负离子往负极移动 然后来说我们的氢离子会往正极移动 不无论如何 我们可以知道选项株是对的 因此第三四题问我们说 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我们答案选的是C 放电后正极质量增加 负极质量减少